除了圓尾斯、Gardens by the Bay 有沒有一些比較Local的地方介紹呢? 有一個Giveaway給大家 我最喜愛的Cafe 駕駛做人做手信也不錯 Hello 大家好 我在新加坡住了差不多兩年 周不時都會收到一些來自朋友 或者觀眾一些關於新加坡的問題 而當中問得最多的問題 就是新加坡除了圓尾斯、Gardens by the Bay 這些比較熱門的景點之外 究竟還有沒有一些比較Local的地方介紹呢?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新加坡住了兩年 最喜歡的街區 其實我之前也有在IG分享過 這區其實就是新加坡最古老的住宅區之一 但因為近這幾年開了很多Cafe 所以就慢慢地變成一個文青打卡的地方 有時候放假我跟Trek都很喜歡過個區 慢慢吃喝喝杯東西 就一個下酒了 出發之前就想跟大家開心分享一下 我最近就收到 Provide的邀請試一下他們的環保鞋 其實這個brand我之前也有留意開的 因為它是銷售Eco Friendly的 加了6個回收膠瓶 再加其他可以recycle的物料製造 還有它們大部分的鞋款 都是十分簡單二層 無論你出外也可以 上班都穿得 那這次我就選了 那這次我就選了三款鞋 跟大家一起開箱 最後還有一個 給大家的 第一對就是它們的長清款之一 這對平底鞋 顏色方面我就選了一個比較白搭二層的顏色 其實我本人對平底鞋比較厭佔的 因為經常都覺得腳板不夠承托力 這樣穿一會就會很不舒服 而且很容易出腳汗 但是Provide的平底鞋的鞋墊 我可以拿出來給大家看 噔! 那它們的鞋墊是用天然的橡膠製造而成 除了柔軟和吸汗之餘 還有很足夠的支撐力 就算你要長期站在這裡 都可以減少到那種不舒服的感覺 它們的鞋子是簡直可以這樣 那又會很滑的了 再加上它們3D的設計 即使它們是尖頭鞋也好 你穿下去也不會說是迫腳趾 另外它們的平底鞋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們的後巾位這個位置 是做了特別的加口的 所以即使第一次穿也好 我都沒有說出現刮腳的情況 重點 它們大部分的平底鞋 都可以直接擺進洗衣機洗的 當然你要脫回鞋袋 擺鞋的時候可以看它們的網站 下面會標明有哪些鞋是可以放進洗衣機洗的 買的時候就可以留意一下 第二對我就選了一對比較斯文的高跟鞋 顏色就是它們最搶手的黑色配痕色 它們的鞋子其實不算特別高 也都比較粗身 高跟鞋用的鞋子就跟平底鞋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用了這些減壓的鑽石紋 所以穿下去也不會說走得很辛苦的 通常穿它的時候我就會配上裙子 整個造型就會斯文一點點 有時真的不道理不順 見客的時候穿上一對高跟鞋 高跟鞋不用很高的 這麼高就OK的了 是立刻感覺到整個人的氣場會不同了 我會即使走路都好像有風一樣 第三對我就選了一對日常款全白的球鞋 其實球鞋在我生命中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基本上我80%的時間 我都是穿著一對球鞋周圍走 就連去拍婚紗照片的時候 我都是穿球鞋的 Fovire的球鞋好像相對上 比起平底鞋和高跟鞋少的人說 但我覺得很值得給它一個credit 因為它真的超級無敵舒服 鞋面十分透氣 有彈性 還有它是有一點點防水的 二穿二脫就基本了 而且它的鞋底也有做到防滑的 一穿下去已經感覺到它是超級不熟 而它這對球鞋是可以放進洗衣機洗的 看到它其實也有上一刻痕跡的了 是因為這次我去台灣拍婚紗照片的時候 我也是穿著它去的 其中一個外景是一個沙丘 當日是超級無敵大風 而且沙都濕濕的 我對鞋那天是入了沙 在那天拍攝這麼惡劣的情況 我回到酒店等一些沙出來 再輕輕清潔一下 好不可以說它是跟新的一樣 因為它是全白再加布面 通常那些布面鞋一髒了就不能穿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情況 都算是比我想像中好 而且我穿了它全天上山下海的拍攝 竟然一點都不累 Fovara最近在新加坡開了 他們第一間的門市 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親身去試一下 網上購買的話 因為我的Discount Code KAYU12 還有12%OFF的一位 如果尺寸不適合的話 30天之內可以免費退換 最後Fovara都好好的準備了 三雙鞋送給大家 款式就跟我選的一樣 鞋碼就是UK4.5 即是38號鞋 我相信都適合大部分人 我覺得自己選的鞋款 都算算白搭 希望適合大家的心意 參加這個Giveaway的方法就很簡單 首先就要Follow我IG 第二就是Like我的IG post 第三就是在下面留言 分享你想要哪雙鞋 以及最近一件開心的小事 這樣就可以了 今天出去就穿得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黑色TOP 橫色長褲 以及波鞋 波鞋真的白搭到不得了 好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中霸湖了 第一站我們就先去中霸湖 Hugger Center吃東西 Hugger Center其實也有很多年歷史 而且它是跟巴薩在一起的 巴薩就是街市 下面那層就是巴薩 上面那層就是吃東西的 其實今天就是VN VN有什麼不好呢 就是有部分的檔口會沒有開 而且我們今天也算比較硬 幾點才過到 所以如果你們是過來旅行可以的話 就儘量平衡過來 就包括你可以吃完全部的東西 就是一路走到沿途 已經可以看到這邊的樓 是明顯地和其他區的樓是不同的 所以建築會比較特別一點 好餓啊 希望不要那麼多東西關掉 我今天超熱的 我什麼事 我想出來是一個人都沒有 開的東西也有上次 我什麼好呢 我超想試一下這間長粉 但是我每一次來它都是生了 它好像就是早上做過轉 那賣光就沒有了 這個Hugger Center其實很大的 露天的位和室內的位都有 圍圈圈通診 整的 bouncing都是食物 你普通的希穎捕捉了很多 你可以自己點來吃 是真的耶 阿Chuck就點了一個燒尾飯 我今天就點了我的最愛 這個量半青瓜 量半木耳 還有抄手 吃完東西的話 我打算下去逛逛街市 這個這麼多街市就關掉了 但剛才我看到他一間賣花的店舖好像挺好逛 給大家看看新加坡的十街市就是這樣 不過現在就關閉了 這裡的花都挺便宜 很多人都會特意過來買 有聖誕花圈 是真的 在中巴烏市走出來 你就會看到前面整條路 都是很適合放假過來逛一下 因為有很多咖啡 我身後的中巴烏酒店應該大家都聽過 其實這裡就是他的總店 所以如果大家還吃得下的話 我坐在這裡喝了咖啡吃牛角包也不錯 如果大家像我這樣不太喝咖啡的話 來到這裡我覺得買一些精品手信回去也不錯 這區是一個植物和動物都很友好的地方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在這裡放狗 還有周圍也有很多花花草草 這些小小巷大家都可以搜尋一下 因為其實裡面有很多細貨 有沒有人吃過這間波忌海鮮酒 我聽說是挺好吃的 如果大家吃過的話就告訴我 到底是否值得吃 這間套絲工房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最近新開的 門面的裝飾都比較漂亮 而且可能因為這間套絲工房 比其他大一點 裡面很多位置都有一些索尋的 嘉鮮醬做手信都不錯 不過要留意通常嘉鮮醬的保存期限都不是很長 因為它是新鮮做的 現在在做什麼 在坐模型椅子 這一區因為它很有特色 我上次來逛的時候 都看到很多人特意在這裡拍婚紗照 而且也看到很多人特意拿相機過來拍照 大家都攝影眼大爆發 這間精品店我都十分推介大家來逛 因為有很多關於新加坡的精髮 和貓貓的精品 這些小碟都很適合來做手信 而且我很喜歡這個碟子 很友善 我喜歡吃的東西在雙邊 麥斯蘭媽 Chili Crabs 咖啡 全部都吃過了 現在應該沒有地方 我還在買兩個碟子 還要計算 我想最便宜到四元起 準備好什麼 我要考慮 英文 VS英文 隨便打開一盤 Give me face scan 這個也是Konglish 給我面子 下一個 這個我不知道 Wait I go around Round sign Round sign 是不是Aussi 等等 You wait a while I need to use the restroom again 是Aussi 我最喜愛的cafe 坐著 但是當不到 都當到的 會撞到 每次來這區都給我一種很平靜很平靜的感覺 這裡其實也算是幾時中心的地方 還有一種感覺 這裡是致成一個不受外界干擾 太奈何呢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每次過身都是下雨 現在又下雨了 好啦 今天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下條片再見 Bye Bye I say you don't